它這個淋浴間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洗澡 就是洗完的時候裡面很濕 然後這邊有一個地方開下去 它就會除濕 我每次開一整晚 然後早上整個都是乾的 非常的方便 首先我要介紹我們宿舍的外觀 有一二層樓 每一間幾乎都有住人 在宿舍的邊邊呢 這邊有提供了 支援回收筒 放鐵鋁罐或塑膠品 這個是投幣式飲料 然後那邊可以放一般的垃圾 然後這邊是放比較 特殊的紙箱 或者是鍋碗瓢盆不要的電鍋 熱水壺之類的 宿舍的後面是後陽台 我們每一戶都有一個後陽台 我們大家都會在這裡曬衣服 這裡偶爾有時候會有兩三隻貓咪出現 超級可愛的 它會在一樓的那個後陽台 就是直接走進來 跟我們要食物 現在就來看看我家吧 登登 門的一進來是玄關 門上面還有附信箱的桶子 然後這裡是鞋櫃 這個是超市的貼紙 只要在禮拜三去買東西 貼貼紙在商品上面就會有折扣 首先一進來呢 會有這個洗衣機 還有微波爐 再來這裡是廚房 它電燈可以打開唷 好這是我的洗手台 餐具 還有我的鍋碗瓢盆 底下這邊還有櫃子可以放東西 有點雜亂 左側進來的話這邊是 洗澡的地方 它有淋浴的 然後也有浴缸 它這個淋浴間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洗澡 就是洗完的時候裡面很濕 你可以把它這個 拉起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地方開下去 它就會除濕 我每次開一整晚 然後早上 就是出來的 回來的時候 就 整個都是乾的 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淋浴間隔壁的是馬桶 它們是乾濕分離的喔 非常棒 這個馬桶上面 原本沒有連那個粉紅色的 因為它原本的 坐下去是很冰 然後我就覺得 瞬間觸電的感覺 所以我後來就去買了這個粉紅色 很溫暖 貼在上面 每次坐馬桶都覺得很舒服 然後這個馬桶一沖下去 它這邊就會有那個水龍頭出來 可是呢 我都不會在這裡洗手 因為當你沖下去的時候 這邊馬桶它會飄那個 懸浮遺物什麼東西 就是浮上來 你們應該知道 這個場裡 然後浮上來這個東西 這是很髒的東西 所以我每次一沖下去 就馬上趕快瞬間 逃離命案現場 然後趕快跑來這裡 洗手台這裡洗手 接下來給你們看我的房間 因為房間太大了 所以我想要先一一的介紹 第一個是我這個 最喜歡的落地窗 很漂亮喔 然後呢 如果把這個 窗簾 白色的窗簾 就是微微的拉起來 你看 是不是感覺很唯美呢 接下來我要介紹我的床 一開始來的時候呢 它是有附上這兩個床墊 那為什麼我現在沒有床單 是因為我前幾天拿去洗了 電燈遙控器你看 我會 就是這樣 它就會變暗 這按一下它就會變黃光 黃燈 這按一下它又全亮 然後它也可以關掉 就是非常的方便 你就不用走到那個門口 然後在那邊按 然後旁邊就是熱水壺 來到日本呢 不管你是冬天還是夏天 我覺得我都很需要熱水壺 因為我可以泡咖啡泡熱茶泡泡麵 然後冬天很冷的時候 就是要一直喝熱水 所以很重要 接下來是衣櫃 這個衣櫃打開 就是這樣 登登 這個衣櫃呢 最主要我想要介紹它 這個底下 有一個洞 所以我現在把所有東西搬出來 給你們看那個洞 好囉 我都清空了 我現在就把最後把這個拉起來 好恐怖喔 我對於這個洞真的充滿了恐懼 但是對於日本的房子來說 這個洞是很正常的 我第一天來的時候 被這個洞真的是嚇到 因為我很不習慣 我就一直很害怕 害怕到哭出來 我就覺得好像底下 會不會藏著什麼東西 現在就來打開看囉 這邊有個拉環 唉呦 底下的洞就是長這樣 Honey那邊還可以看過去 感覺很像是那個防空洞 會有 就是逃生的時候可以走 但是我有拍過照 裡面是水管 它就是有這個儲藏室這個洞 我覺得這個洞好恐怖喔 好了嗎 現在我要把它蓋起來 一邊走 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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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